山寶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第一個植物是辣椒 這是我們種植的辣椒 當時有結出辣椒 我們把它剝開種植種下去 那現在有長出其他的小小的辣椒 現在他這個辣椒有開花了 所以不久可能又會有辣椒 我們就可以拿來煮啊吃啊 各種用品 我們現在要介紹第二個是我們的西瓜 在這裡 西瓜的話是我們吃完西瓜之後 把那個籽給它種下去 所以就現在這樣子 它現在還沒有結過 我們期待將來可能會有西瓜結束之後 我們就可以大家一起在吃西瓜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介紹的第三個植物是 蔓花生 蔓花生在這邊 蔓花生它是一個還蠻好的一種植物 它四季都是這種 很漂亮的綠色 然後它也是一個種植的 就不容易有病蟲害啊這類的 還蠻好的一種植物感源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植物叫做 姑婆芋 姑婆芋是我們天然星科的植物 但不要因為它裡面有個芋頭的芋製 就是說它可以吃喔 它是有毒的植物是不能吃的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接下來如果你覺得它很可愛的話 可以把它帶在頭上做姑婆芋小帽子 某個卡通有拿這個東西來撐傘過 好就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另外 下一個植物 象耳摺線 它植物名字由來就是由於 它的葉子長得像像大象的耳朵一樣 很可愛吧 它是摺線科的植物喔 然後由於現在不是花季 但是等到它花季到的時候 它會結出白色可愛的花 好接下來介紹 還有一個 薄荷 薄荷在這 薄荷是我們純心科的植物 然後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 它可是很香的呢 在一些外國裡面會拿這些薄荷來做 那個 那個 食物味道調味料啊 提香用啊等等用途 總之它就是 不要看它小它供到很多的 我今天介紹的是上面這些 這一片是小葉冷水 就在食物環境就可以生活 生長成一片草皮的 它是薄荷的 然後這個是大瓶 天然星科 是福葉植物 跟這個耳葉滑葉瓶科一樣 都是在水面上生長漂浮的 可以蔓延得很快 這是粉綠葵枣 小二線草科 還有這個是園葉節節菜 千驅菜科 他們兩個是停水植物 都很好生長 適合初學者來養 金魚鑽 金魚鑽科 然後葉子有分岔 可以在水面生長 然後水面適合高一點的話 它們會直立起來 也是適合初學者來養 好 現在我要介紹的就是這一片 這一片是 稻手香 大家又叫 啄手香 就是啄手啄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 稻手香嗎 因為你知道 夏天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就拿個機片來揉在自己身上吧 然後下一個 第二個 就是 野牡丹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知道 它叫野牡丹嗎 因為它在 所有野花裡面 它是長的花 是長得最奇麗 最漂亮 最有牡丹的那種 雍容華貴 氣質的花 對 它到時候開花的時候 會開出那種紫色的花 很漂亮 很漂亮 對 這次我們要是銅錢草 銅錢草 銅錢草是陝型花科的植物 會生長黃金不拒 只要有草濕的地方接人存活 而且 而它 在水生和陸生接人存活 因此在 野外接人看到它的種子 這次是紅線草 紅線草是線科植物 在全日照 他們翻的照環境下接人存活 而且它 生長力旺盛 雪栽質的種子 經常被用來當作合理植物 因此我們選用它 當作 水源和陸地的 天的成長 哈囉大家好 我是嘉儀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 第一組的三種蕨類植物 首先呢 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這個 它叫做 羽片獵狀鳳尾蕨 它 顧名思義呢 就是因為 它的上側沒有裂 但是只有下側 有裂片 有深裂的部分 所以它叫做半邊齊 它是鳳尾蕨科的植物 再來我們要介紹第二種植物 這裡有相當多的蕨類植物 我要在這邊介紹兩種蕨類 第一種呢 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常常看 在餐廳上面常常可以看到的佳肴 叫做貴妞 也就是所謂的過沟菜爵 過沟菜爵它又叫做過山貓 原因就是因為 它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會延伸得非常快速 所以常常在山區啊 平野啊都可以看到這個過沟菜爵 蜜小毛爵呢 它枝葉都披河毛 並且它的背後 包紙的部分都生長在它的 魚片裂狀的 靠近中肋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 第一組 實地植物的三種蕨類介紹 蕨豆 學名叫Citoria Ternatia 那就是我們在幼園那時候看到有種蝶豆 然後就把它採回來種 那其實都有經過同意 那種的時候其實非常快速的發芽 在一個禮拜內就會發芽 然後成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第一組的實地苗圃植物 歡迎訂閱下面的頻道喔 我們每天晚上準時六點發布影片 各位苗粉們 我們明天見 南大多年 我們要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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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按摩